两百碗的这个腊八粥来到县福呢 来跟大家体员 今天早上呢 我们的福大三四点就到南洋别院 切丁切萝卜 然后这些青菜啊 芋头啊 还有这些油条 种种的 然后烹煮成 熬煮成这个美味的腊八粥 就是要慰劳 我们这个辛苦的这个县福的工作同仁们 我们就在一年一顿呢 可以给你们带来温暖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我们能够吃到这碗腊八粥 会有一种很温暖的一种感觉 那在佛陀呢 乘到是十二月八号 所以呢 佛陀当初呢 他修了六年的苦恨 修到前修贴后背 他修的苦恨 修到最后只吃一麻一麻 所以很瘦 那他就发现 苦恨是不能究竟的 于是他就想说 这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于是呢 他就叫迷了宁连和禅边去洗浴 结果呢 洗浴的时候呢 就听到了 这个有人在弹琴 他说 琴弦啊 如果太松啊 不成曲调 太紧又不好听 琴要弹得好 就要不松不紧刚刚好 于是他也觉悟到 那修行也是如此 不能太苦 太苦如同枯木死灰 太热又太热烘烘 所以修行就要不苦不乐刚刚好 于是呢 他从迷连和禅边洗浴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他也体力不值得倒在地上 这时候有一个牧羊女呢 他就供养了这个粥 这个粥是在十二月八号 他喝了以后呢 通品舒泰 他觉得非常的舒服 于是呢 给了那一个牧羊女 祝福他家庭和乐 那么佛陀呢 就走到迷连和禅的对面 有一个菩提树 就在那里呢 悟缘起法 就在当天晚上呢 悟得缘起中道 就觉悟成佛了 所以呢 这个腊巴中很重要 就在佛陀 他觉悟到 生命中应该是不苦不乐的中道 所以这碗腊巴中 适时的出现 是对佛陀的开悟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所以说 大家今天在 今天能够吃到 这碗腊巴中 也象征着 我们能够吃到 佛陀成道的腊巴中 也祝福大家呢 有什么 满满的能量 像佛陀一样 有满满的能量 这个能量是什么呢 我们大师跟我们想 这能量就是什么 能大 能小 能有 能无 这个量就是什么 心包派心 量舟杀戒 假如说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格局 比如说两个人在吵架 你就看到两个在吵架 在一楼 那么在十楼的时候 你看到那两个人是在干嘛 两个人可能在挥挥手 你到了一百层楼以后 再看到他们可能是什么 你看到是无量无别的风光 所以说我们人生 活在这世界上 最重要就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要提升 提升我们的格局 提升我们的佛性 像佛陀一样 我们生命只要提升了 我们就会怎么样 像我们大师 今年所给我们的莫宝 云水自在 祥和欢喜 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云水自在 祥和欢喜吗 今年是什么年了 龙年 哪一个动物 它可以在云飞 在水里抓 就是龙 所以呢 祝福大家 今天呢 吃到了这个 温暖的腊八粥 是我们佛光人呢 他们的 特别烹煮了这个爱心的粥 希望大家吃了以后呢 能够更增加生命的能量 如同龙一样 云水自在 祥和欢喜 祝福大家 龙天护佑大家 谢谢 谢谢